作为不会使用魔法的废物 少年静静停一把剑就颠覆了整个世界 成为了魔法世界中唯一的战士 他的斩机甚至能凌驾在魔法之上 男主名叫威尔 是魔法学院的六年级学生 老师知道他不会使用魔法 于是便故意刁难让他上台给同学们做示范 老师认为男主是个无可救药的书呆子 突然台下红毛挥动魔杖迎唱咒语 用火焰把讲台上的硫磺点燃 可事后老师并没有惩罚红毛 而是用冰魔法将火焰冻结 宣称这个世界只有魔法才是最强 像男主这样图有知识却无法使用魔法的人 他建议是尽早离开学院 课间红毛带着小弟找上男主 嘲讽他只会用地下城的低尖魔物赚学分 话音刚落 不远处就走来了一个妹子为男主打抱不平 让红毛不准侮辱自己的朋友 他的温柔和努力远超常人 听到这话红毛大笑出声 凭借这种东西根本无法成为伟大的魔导师 至高武装更是想都别想 等红毛离开 至今的是有这么可爱的妹子替他担心 见被一直夸奖 妹子羞得脸红成了泡泡茶虎 二人闲聊期间 不经意提到了最强的魔法师至高武装 很久以前人们对天空一无所知 被关闭在黑暗中 世界遭受天上侵略者的威胁 挺身而出的是五位魔法师 他们驱逐侵略者后对天施加封印 为世界带来和平 至高武装这个最强的称号至今仍被人们继承了下来 象征着魔导师的荣誉 而武装之一的兵机之杖 现在正从天际的窗边看着这里 原来男主和他是青梅竹马 曾经约定一起成为至高武装 然后去最接近天空的那座塔顶端 观赏天空另一边的美丽夕阳 可如今只有青梅竹马完成了梦想 成为了最年轻的至高武装抵达了塔顶 男主却是个连魔法都不会的废物 他不想放弃当时的约定 所以才一直努力提升实力 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站在他身旁 瓦克纳老师得知 男主又未经许可跑去地下城 而且还是独自闯入第七层 打倒魔物赚到了两个学分 男主想成为至高武装 登上塔顶就必须升学到上院 需要学科数科和实习的大量学分 由于不会使用魔法 所以就拿不到数科的学分 此话一出男主也明白 自己只能靠实习用地下城赚取学分 但光凭实习基本没有升学的可能 他别说成为至高武装了 连能不能毕业都很危险 所以这个星期内必须拿到四个学分才行 男主想从笔记中找出办法 这时老师开口表示 有巴斯卡维尔在第六层出现 正好他还没讨伐过 可让男主不知道的是 红毛在门外将二人的对话全部听了去 他想截足仙灯干掉魔物 让男主被学院退学 很快就到了晚上 男主兴高采烈带着屎魔出发 只要小心火焰吐息 就不会像之前一样被烤焦 小黑敏锐的嗅觉是找到巴斯卡维尔的关键 与此同时 红毛也带着小弟来到第六层 就在三人寻找魔物的时候 竟突然遭到袭击 魔物一拳就干掉了一个倒霉蛋 凄惨的哀嚎瞬间吸引了男主的注意 于是他一路狂奔赶往现场 这只魔物名叫邪灵哨兵 价值高达十学分 正常来说 他应该栖息在更底下的楼层 由于双方的等级相差不大 所以红毛的攻击对魔物没有任何效果 眼看魔物离红毛越来越近 男主的内心陷入了纠结 他真的应该去救这种欺负自己的人吗 突然青梅竹马的声音在脑中响起 男主下定决心后 便戴上了艾尔菲送他的眼镜 在千军一发之际将红毛救下 而另一边 老师发现红毛三人擅自跑去地下城 于是他过来想让瓦克纳老师派使魔去寻找 但在听到去的是第六层时 瓦克纳老师却露出笑容 随后用水晶球开始寻找男主的位置 一番交手下来 男主完美挡住了魔物的攻击 并且还找准时机给对方造成伤害 看到这一幕老师也是一脸震惊 瓦克纳老师解释男主式的异端 拥有魔导是不该有的怪力 矮人族般的强韧性 再加上看一眼就能掌握敌人行动的洞察力 男主确实完全无法使用魔法 但他是在这个魔法世界中唯一的战士 斩击甚至能凌驾于魔法之上 男主解决魔物后想拉红毛起来 可这家伙却咬牙满是不甘 老师的内心也无法接受 竟有不会用魔法还凌驾于魔法之上的存在 第二天男主来到瓦克纳老师这里 用邪灵哨兵换了十个学分 少年颠覆世界的故事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作为最接近至高武装的魔导师 竟然在一个不会魔法的战士手上吃了亏 让剑成功够到了账 最终他不得不把答应的五学分给了男主 成为至高武装就必须获得最高学府上院的认可 而晋升上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其一是创造出新魔法 其二是在这所学院拿到7200个以上的学分 大多数人只能靠拿学分去升学 男主自然也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 瓦克纳老师让他们连续进行模拟考 还有斯巴达式的魔法之道 虽然男主取得了所有学科学分 但他在魔法考试中却一分都拿不到 就在二人说话之际 不远处突然传来吵闹声 红毛的小弟正在和同学们吹嘘 他们在迷宫打倒了价值十分的邪灵少令 可红毛知道这都是男主的功劳 所以见男主路过 他瞬间怒火中烧 拨开人群来到男主面前 在妹子的阻拦下 红毛没有对男主动手 而是转身气呼呼离开了 与此同时 爱德沃老师来到了校长室 希望校长能让男主退学 学院不需要他这种不是魔导式的战士 听到这话校长开始查看男主的成绩单 不仅学科成绩优异 连魔法考察的着眼点也很有趣 除了不会用魔法以外 可以说是天才中的天才 只要不成为至高武装 未来的出路简直多得不胜美举 为了将之日而培育出贤者 这也是学院的义务 爱德沃老师表示 男主本人并非想成为贤者 只想成为传说中的至高武装 此话一出校长也愁了 他提议让爱德沃来考验男主 如果无法通过他的测试 那爱德沃就可以决定男主的去留 很快爱德沃老师就找到了在自习室的男主 让他一个人跟自己去演练场 美其名曰要亲自辅导他 话音刚落 爱德沃就率先出手发起攻击 只要男主击中他一次就算获胜 并且能得到五个学分 但如果没办法做到 男主就会被退学 爱德沃不能允许无能者仰望至高武装 而另一边 校长把瓦克纳老师叫了过来 随后用魔法投影出了演练场画面 他禁止瓦克纳阻止爱德沃正在进行的测验 就像之前他认同瓦克纳要守护男主的主张 校长认为自己应该公平地认同爱德沃的想法 男主是否有资格以至高武装为目标 他们现在可以在这里好好看清楚 可瓦克纳老师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男主面对的爱德沃老师 是最接近至高武装的男人 虽然最终落败了 但他也是登上塔顶的抵达者 在爱德沃手上 低尖魔法都能发挥出巨大威力 男主想用灵活的身法在背后发起攻击 可爱德沃的防御魔法非常严实 趁此机会 爱德沃再次发起攻击 将男主打倒在地 所有魔法都是无永畅 而且攻守都没有一丝漏洞 男主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打中对方 可还没等他有喘息的机会 爱德沃就又发动了魔法 看到这一幕男主大惊失色 迅速站起身躲闪 爱德沃仿佛化身演奏家 挥舞魔杖在原地指挥魔法 男主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心里明白双方的实力差距 无论如何他都赢不过一级魔导师 可要是手中有剑的话 或许还有机会 剑男主败局已定 爱德沃又开始嘴炮 给他出了个关于加萨伦佐之战的题目 矮人族凭借一万兵力引爆叛乱 如果要将其镇压需要多少魔导师 男主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 因为他想遵守与埃尔菲的约定 一起登上塔顶去看夕阳 但他不知道的是 史摩琪琪刚才趁乱跑了出来 找到妹子后示意打开储物柜 妹子心领神会 拿着剑及时赶到扔给了男主 武器在手的瞬间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戴上护目镜之后眼神中透露着无比的坚定 然而这个举动却让爱德沃轻轻爆气 他一定要把这持剑的异端者干掉 可下一秒魔法竟被剑斩断 原来男主手中的是破魔之剑 爱德沃对此并不在意 果断发动无数魔法阵同时射击 虽然男主害怕得很想逃离 但突破口只有这一个位置 所以他硬着头皮冲了上去 一边躲避攻击一边拉近二人之间的距离 其实刚才说的加萨伦左之战还有后续 矮人族的猛将失去了所有同胞 即便如此他还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 就连魔导师都称赞他是勇敢的战士 并且认同了对方的地位 在那个时候 剑就已经能与仗体敌了 男主成功给爱德沃造成了伤害 爱德沃也遵守约定 给予了男主五个学分 这场战斗让校长直呼精彩 刻意跳入密集的炮火中 隐蔽自己的行踪 从头顶攻击死角 而且还是足以突破屏障的一击 甚至连续使出超越魔法的斩击 男主的意志堪称不屈不挠 眼镜妹怎么也没想到 男主这个不会用魔法的无能者 打进战竟然如此牛逼 连免一物理攻击的双之王都不是他的对手 然而就在两个半小时前 男主还在平民乐园街做兼职发报纸 偶然间他看到报纸上面的头条 写着兵机之杖 艾尔独创出了新魔法 这还是首次有人创造出12种魔法 并且艾尔通过上院向学院全体下达了委托 要求收集双支步兵的冰河 看到这里男主果断回宿舍找室友要魔道具 正好他今天没有课 剑撞罗斯提微微一笑 将经过改良的魔道具和自己的早餐面包都给了男主 然后嘱咐他路上小心 很快男主就来到地下城第四层 由于是兵机之杖的委托 所以学生们全都过来收集冰河 之前男主救过的席翁也在其中 见这里没有狩猎的机会 男主果断向更深处进发 突然他发现有个妹子陷入危险 在将眼镜妹救下后 双方互相做了自我介绍 男主无能者的名号早就在学院传开了 所以艾丽丝听过他的名字 并且没有因此就看不起男主 更何况男主还是他的救命恩人 就算不会使用魔法 有能力的人也值得他去尊敬 艾丽丝也是为了委托而来 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期待未来有一天也能成为支撑天空的一员 原来现在的天空是 由至高武杖以强大魔力架设的大结界 如果失去结界的话 世界将再次被黑暗笼罩 灾厄也会随之降临 学生们接委托也是想对支撑天空尽一份力 就在男主胡思乱想之间 艾丽丝突然开口表示自己见过艾丽 当时他独自在地下城深陷危机 周围有很多魔物 他觉得自己下一秒就要被撕成碎片 还好兵机之杖艾尔及时赶到 将魔物冰封救下了他 艾尔还贴心地将艾丽丝拉起来 叮嘱她下次要小心点 艾丽丝每次回想起这一幕 都会兴奋地手舞足蹈 瞬间化身艾尔的小迷妹 就在艾丽丝自言自语期间 使魔奇奇带着男主找到了双支步兵的踪迹 正常来说兵片大约是0.5米到1米 但留在这里的尺寸却大了好几倍 这意味着前面会有狠角色 说罢男主便果断继续向前 魔法虽然厉害但并非绝对 尤其是在地下城里 虽然自己不会用魔法 但能用知识和智慧以及经验来弥补 果然不出他所料 这里的魔物是双支步兵的高阶品种双支王 只要打倒就能拿到六血分 属于第四层地下城的特异种 激光锁到之处全部都会冻结 男主让艾丽丝待在原地 可艾丽丝却担心她的安全 因为物理攻击对双支王不管用 只能从远距离用魔法攻击她 但男主却说自己没问题 他已经打倒过双支王很多次了 男主用身法躲避双支王的激光 趁机绕到了后面 然后抛出勾索死死卡住他的身体 一番操作下来 双支王被捆了个严严实实 甚至连张嘴射出激光都做不到 这种魔物的弱点是火以及爆炸 于是男主果断扭动手上的魔道具 很快火焰就顺着绳索烧到了顶端 解决掉双支王 男主这才将勾索收回来 决定晚些一定要好好谢谢螺丝体 看到这一幕爱丽丝大为震惊 看来无能者的传闻与事实相差甚远 他都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报男主 等二人分别后 爱丽丝竟来到了魔法师之塔 然后推开大门静止来到了之高武装面前 将此次视察的经过讲了一遍 表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人才 他推荐男主这个无能者成为塔的一员 有人同意有人反对 甚至差点大打出手 还好卡里奥特出言阻止 让他们不用着急 看过魔导大忌的结果再做判断也不迟 很快会议便宣布结束 几人没有多言相继离开 在这个魔法为尊的世界 男主却是一个不会用魔法的无能者 想成为传说中的至高武装 首先要在学院总学分一万两千之中 拿到七千二百分 其他人都能顺利通过魔法考试 只有男主被魔像打得狼狈不堪 学院最强的三人学分甚至已经超过一万 成为了魔导大忌的夺冠大热门 与他们相比 男主的学分连毕业都还不够 经常被人嘲讽为吊车尾 对此克雷特十分不爽 认为男主也有机会在魔导大忌被人挖角 所谓的魔导大忌是魔法学院两年举办一次的庆典 除了举办各项竞技比赛 魔法师之塔也会派遣上级魔导师来挖角人才 各派系互相争夺学生 除了光黄之杖以外 其他四仗都各自有着派系 只要得到其中任意一派的职名 就能成为塔的一员 但男主却觉得那种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虽然克雷特一直劝说 但男主还是决定不参加祭典 今年也在幕后协助活动进行 因为他二年级的时候曾参加过一次 结果把祭典搞成了运动会 观众对他极为不满 男主也因此有了心理阴影 克雷特让他不要有压力 就算无法升学到魔法师之塔 以后也能找到其他出路 二人来到储物间准备取东西离开 可突然克雷特发现有些不对劲 旁边被人布置了隐藏的结解 于是他让男主的屎魔奇奇帮忙 将面前的结解破除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下面竟然别有洞天 由于魔导大忌的缘故 所以学生们偷偷开设了地下赌场 习文和他的两个小弟也在这里 克雷特担心对方欺负男主 于是率先出手警告习文不要再莫名对男主动作 否则自己就真的要生气了 而习文因为评价和那三个学分过万的人相差甚远 所以现在正独自生着闷气 听两个小弟不停在后面接他劳毒 习文当即呵斥让他们闭嘴 随后转头解释自己的学分比不上三人 是因为学科测试不及格 但魔法上的实力丝毫不逊色 等到第二天 男主上完课便打算回去休息 因为他晚上还要出去打工 而打工的地点正是郊区平民乐园街的一家酒馆 矮人们每天都过来喝酒吃饭 男主当服务生打工赚学费的同时 还能和他们聊聊天 酒馆另一个店员辞职了 所以罗斯提也过来帮男主的忙 大家气氛极为融洽 虽然矮人们给的薪水不高 但男主却并不在意 因为矮人族个性豪迈 温暖地接纳了不会用魔法的自己 就在这时 蓝毛带人走了进来 对矮人们冷嘲热讽 要不是其他店都客满了 他才不会来这种低俗的店 不然他发现男主这个吊车尾在酒馆打工 随即他大笑出声 表示无能者和蛮族简直是绝配 此话一出矮人们瞬间就怒火中烧 但却敢怒不敢言 原来矮人族原本的世界被天上侵略者摧毁 从而逃到这个以魔法为尊的世界 沦为受人欺辱的对象 如果对魔导士出手 那么他们的身份便会岌岌可归 矮人族遭受的差别待遇 可以说就是这个世界的缩影 看到端上来的食物 蓝毛和小弟们开始大肆嘲讽 还叫矮人族滚出他们的国家 刺耳的笑声让男主忍无可忍 面无表情的希望 他们撤回刚才辱骂矮人族的话 因为矮人族的豆子 是能在贫瘠土地上生长的智慧洁净 矮人族的汗水 是他们在严酷环境下勤奋工作的证明 绝不是能被人拿来嘲笑的事物 蓝毛根本没把男主放在眼里 一脚将桌上的豆子踢翻 撒了男主一身 男主以比之道环势比身 将蓝毛的两个小弟全部打晕 剑撞蓝毛大怒 用寒冰将酒馆冰封后 从怀里掏出魔杖向男主发起攻击 虽然男主的身手敏捷 但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 他还是落入了下风 最后被串联起来的寒冰钉在墙上 蓝毛抬手在男主胸前变出了一朵冰玫瑰 紧接着将魔杖插进去羞辱男主 矮人让蓝毛不要太过火 罗斯提也正准备用魔法营救男主 但就算这样 男主也依旧没有向蓝毛求饶 看到这一幕蓝毛瞬间就改变了主意 他命令男主去参加魔岛大计 到时候他要在众人面前将男主狠狠羞辱 男主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 这件事真的让他非常生气 并且二人还立下了赌约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身为队友的习翁却突然被刺 不等他和蓝毛开战 习翁就向其发出了决斗 就在刚刚 两年一次的魔岛大计正式开始 四大派系都在认真观察寻找人才 莉亚娜在天空竞技项目上获得了冠军 并创下了学院新纪录 而爱丽丝此时正站在院长身边准备挖脚人才 但没多久他就向院长告辞 除了工作以外他还想替男主加油打气 另一边克雷特把喜欢他的席翁拉进了队伍 因为夺冠赛的出场条件 是每队总学分达到21000以上 为了让男主出场 所以他只能邀请分数高的席翁 可就在席翁发泄不满的时候 蓝猫正好路过和男主对视 画面来到赛场 本次祭典由爱德沃老师担任解说 在夺冠赛开始前 妖圣派的魔法师们需要吟唱咒语 建立一些自然领域当作战场 选手将从场地外援开始 行进到位于中央的竞技场 夺得王冠的队伍极为胜者 除了自然领域以外 场内还设置了非常多教师们特制的陷阱 参赛选手可以用最短距离穿越障碍 也可以阻挠其他队伍 兼具优秀的应变能力以及实践性竞技 才能被劣裁的人发现 在私下设立的赌局中 绿毛率领的第12小队 和蓝毛所率领的第9小队人气并列第一 而男主的第6小队人气最低 周围观战的同学们全都在嘲笑他们不自量力 瓦克纳老师看到男主的时候也大为震惊 但男主这次对胜利异常坚定 就算被人嘲笑他也要把蓝毛打爆 随着主持人一声命响 夺冠赛正式开始 几支队伍同时出发 他们首先到达的魔像之森 需要突破面前如同高墙的无数魔像 主持人话还没说完 男主就禁止朝魔像群冲去 同学们认为他是在批复汗术 结果下一秒他们就被狠狠打扰 克雷特释放魔法将男主的拳头覆盖 这一幕把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 虽然男主无法使用魔法 但只要用魔法做成的手甲战斗 他们的队伍就不算违规 很快三人就率先冲出魔像之森 朝下一个地带进发 这里的魔导具能射出岩石 剑撞男主直接用蛮力建造了一座墙壁 将攻击全部挡了下来 随后他让克雷特迎唱魔法 召唤出无数版剧剑 男主边走边扔 仅仅两分半的时间 这些魔导具就基本全都被破坏 就算有遗漏的男主也会捕倒 看到这一幕 观战席上的爱丽丝激动不已 喊破嗓子也要为男主加油打气 与男主这边相比 其他小队就有些逊色了 接连发动的陷阱让他们非常吃力 而另一边蓝毛的小弟通过探知技能发现 男主的队伍处于领先位置 但蓝毛却丝毫不慌 他根本没把男主这个吊车尾放在眼里 很快男主的队伍就抵达了最终区域 魔之树海里面有锁链圈 男主反应迅速直接用剑将地上的魔法阵玻璃 然后把他们扔向空中的魔法阵 使攻击互相抵消 以夺冠赛的规则来说 越接近竞技场就越容易与敌人交手 只要他们保持领先然后射下埋伏 占据有力地形在迎战蓝毛 那么胜算将会非常高 但还没等男主继续向下向 突然出现的冰锥就将他贯穿 好在有惊无险 被贯穿的只是衣服而已 男主有些不理解 为什么对方会比他们先倒 就在这时蓝毛挥动魔杖发起攻击 无数冰锥朝男主疯狂射去 剑撞男主只能一边闪躲一边改变方针 决定直接在这里和对方开战 但还没等他动手 后面的习翁就突然爆发 用火焰将周围的冰锥融化 然后开始吟唱咒语 一旁的克雷特让男主快逃 话音刚落 习翁的大招就朝男主扔了过去 还好克雷特用魔法建造了一面严实墙壁 男主这才没有被轰成渣 习翁的攻击是同时瞄准的男主和蓝毛 他加入队伍是要找机会一血前耻 和男主决斗然后将其狠狠蹂躏 男主想让习翁说出理由 但习翁却根本不和他多废话 克雷特想上前阻拦 结果下一秒蓝毛就出手了 用魔法朝克雷特发起攻击 而男主这边也自顾不暇 一个不小心连手里的武器都被打飞了 他还想和习翁商量以后再决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